哇 你大哥在北戴 嗯 哇 好厉害啊 三个哥哥都在 都在内地 不 两个在内地 一个在西藏上大学 那你就是在 挖虫草 然后就是这样搞旅游 就是供他们三个上大学 对对对 啊 可以吗 在供十个哥哥也够了 我感觉 藏族弟弟供读哥哥 到北大从西藏走向全国 他是如何做到 哈啰 林杰光 大家好 专门 参加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藏族姑娘 卓马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西藏领芝 波蜜县 也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很多朋友 赌大学毕业后 都会选择到一二线城市求学奋斗 因为能碰到优秀教师和同学 拿到较高薪水 而发达城市的方方面面 都实现了生活上的便利 比如上海广州这些地方 靠近江河入海口 即便不靠入海口 像北京 成都这些地方 地势也较为平坦 所以就要发展的先天优势 大小企业纷纷落户 商业旅游业发达 人们都愿意往那里跑 可谓游人如知 而西藏就不同了 作为全球平均海拔最高的地方 是山连着山 大河连着大江 被称为世界物己 就是指地形的尖和弦 走在去波蜜的川藏路上 各位朋友在任何时间 都能碰到堵车情况 因为什么而堵车呢 这条早在50年代 就通车的第一条进藏公路 大部分情况 都是因为羞禄而堵车 波蜜不仅有丰富的原始森林 步伐雪山 冰川 被誉为中国冰川之乡 既然如此 到了波蜜 就不得不看看 中国最美冰川之一 米堆冰川 这里是被冰川包围的城市 在川藏县的米堆冰川 格外行梦 转弯进入岔路 到达米堆村后 距离它究竟在咫尺了 米堆村是米堆冰川附近 唯一的村庄 公路也值于此 接下来需要在一段 林间小道中步行 才能到达冰川脚下 不过到这里呢 有好多的马 我们可以骑马到冰川的前面 我们准备骑马去 我们骑马去冰川的前面 冰川 骑马相对来说省时省力 棕林间小道来看冰川距离并不远 实际上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平原朋友来说 体验就是走一会歇一会 把高海拔缺氧的感觉真切 感受一遍 早在这里跑是一定不能跑的 骑马可能已经到达 走路才走一半 所以很多朋友会选择骑马 我们买一会儿水 可你们这里收入怎么样 一天这样跑 四月份可以 四月份到八九月份 就可以 人少了 人少了 然后要打青棵 打青棵 你们这边青棵还没打完吗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还没打完 你们这里是要种两次还是一次 种一次 种一次啊 高海拔 我们那里也是高海拔 我试试孩子的 我试试孩子 我那里四千多 我记得 去过吗 嗯 您这作为西藏的热门目的地 每年人流仅次于拉萨 这边夏天可漂亮了是不是 三月份来的话还不行 就这样子 嗯 我们在 这个在这边挖虫草 啊 这山上还有虫草 我们就山山 嗯 山过这个 挖虫 挖虫草 然后我们的旅游 你们还可以啊 收入庭这个 可以吗 有虫草 我们那里都没有虫草 嗯 五千多海拔 嗯 五千多海拔 小海拔 好烦啊 甜蜜 还行 今天 这儿又翻来的话 还可以 嗯 那时候特别好 这下去比较厚 嗯 收到了膝盖上 啊 你的冰川是我国东南部 低海拔 海洋性的冰川 白雪是长年不化的 它这个阻光高度是六千八 雪线海拔四千六 在冰川里面是一个 比较寒线的一个现象 西藏地广人稀 同时也地带物博 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以及矿产水电能源等 由于高原生态脆弱 国家一直没有大力开发西藏的资源 把环境保护的很好 由此西藏最多的生意就是靠旅游之称 吃喝我乐行的方方面面都是旅游中的一款 不知道各位朋友想过没有 以法国 德国 英国 加起来面积 还大很多的西藏 只有三百多万人 其中大概有五分之一还是全国来此打拼生活的各族同胞 跳舞 海绳 海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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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一切都易于交通发展 没有来过西藏自然感受不到飞机、高铁、高速在青藏高原铺开的震撼 过去藏族会有事走不出去 现在走遍全国轻轻松松 北大、清华各所大学对咱们敞开怀抱 各家公司、部门对咱们翘首以盼 而全球各类平外通过路也走进来 实现了很多人的期待 总之而言 在藏族儿女和各族同胞共同努力下 西藏会紧跟内地脚步 让差距越来越小 就像摩托的219国道以及川藏线一样 无论回了多少次都要再修 所以再大的困难没有人会放弃 这份不放弃改变了西藏 也方便全国的同胞、全世界的游客 否则西藏大自然的美丽 没有多少人能看到 大美西藏欢迎您